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进入到11月份 也就意味着一年一度的双11又来了 无论你是否还有期待 各大平台依然像往年一样 早早地为双11卖力宣传 罗永浩带着男人们的双11需求 也该有人管管了 杀入淘宝直播间 李佳琪开播之前 所有女生们奔走香港 然而双11很长时间以来 都不是淘宝一家独角戏 拼多多 京东 抖音 快手 都纷纷加入了这场大战 而今年又增加了一名新选手 B站 在去年内测了小黄车功能之后 B站最近正式在直播分区当中 上线了购物专区 专区里的直播间 几乎全量开放了购物小黄车功能 UP主门也几乎都添加了相关的购物链接 很明显 B站是准备参与到 今年的双11购物节当中了 那为什么在电商领域 一直没有太大动作的B站 今年也要加入双11大战呢 B站做直播带货的机会和挑战 分别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来关注一下腾讯会议的消息 最近腾讯会议部分增值功能 开始收费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吐槽 原来可以免费使用的视频转文字功能 现在只能免费使用10分钟 需要付费之后才能查看 根据财经的报道 9月15号开始 腾讯会议部分增值功能 需要至少支付一个月的费用 对此一些使用评次较低的用户表示 这样的收费方式不够合理 希望推出日报或者是暗次收费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 今年6月份发布的报告 中国云会议市场规模是14.8亿元 同比下降11% 其中个人用户的免费服务业务 是导致购买付费服务的企业流失的重要原因 随着后疫情时代 用户使用习惯沉淀 市场竞争加剧 视频会议产品开始承受盈利压力 逐渐从低价免费 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拓展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 推特的新变化 根据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道 马斯克计划将推特Blue的收费上调 来验证用户的留存率 费用将从每个月的4.99美元 上涨到19.99美元 推特Blue是推特上的一项付费订阅服务 用户可以收藏自己最喜欢的推文 进行分类标记 包括收藏家里的颜色名称都可以进行自定义 并且支持同一个内容 加入多个收藏家 除了推特Blue 马斯克还表示 将会对推特的认证流程进行改革 根据科技媒体Platformer的记者表示 推特正在考虑对认证功能进行收费 认证功能是指用户在经过身份验证之后 能够获得蓝钩的标志 这代表的账号为用户本人所有 未来想要再获得蓝钩标志 则需要额外付费 推特正在发生的变化 可不仅仅是各项新增的收费功能 根据推特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 推特联合创始人前任CEO Jack Dorsey 将把他所持有的推特股份 合并到马斯克用来收购推特的公司 X Holdings Jack Dorsey目前持有1800万的推特股份 市场价值大约是10亿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为马斯克的收购 节省了一笔资金 而Jack Dorsey也将会继续 间接地持有推特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 Jack Dorsey和马斯克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 在马斯克决定收购推特之前 两个人曾经就这个话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根据报道 马斯克本人已经在推特公司总部开展工作 推特也制定了一个名单 确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 裁员计划已经敲定 另外推特前董事会的9名成员 已经不再是董事 也就意味着马斯克这位特斯拉CEO 现在是推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唯一董事 最后来看看企鹅蓝灯书屋 收购出版商西蒙舒斯特的最新进展 在8月24号我们上线的早咖啡节目当中 我们分析了企鹅蓝灯书屋 能够强势扩张的原因 以及如果这笔收购能够完成 对北美出版行业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1号的最新报道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当地时间周一 阻止了全球最大的消费类图书出版商 企鹅蓝灯书屋 用近22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 西蒙与舒斯特的交易 这位法官认同美国司法部的意见 将这项合并交易 视作不当削弱竞争 阻止收购的主要原因是 企鹅蓝灯书屋已经控制北美近一半的出版市场 这也将大大削弱 美国畅销书市场的竞争 损害作者的利益 企鹅蓝灯书屋的发言人表示 将会对上述裁决提出上诉 那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聊聊 B站为什么也要入局双11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解读 如果有一天 你喜欢的up主 开始直播带货了 你会不会为此买单呢 虽然双11的影响 已经是相当广泛了 但是在很大一部分人的认知当中 双11和24元的B站 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B站的直播电商 可以说是在加速狂奔 根据36克的报道 10月中旬 B站就在直播栏目之下 增加了购物专区 这个专区下的所有直播间 都开放了购物小黄车功能 允许分区内的所有up主 进行直播带货 并且B站还上线了 双11直播电商好物节专题页 很显然 B站也想要在今年的双11大作当中 分得一杯羹 其实作为双11的新选手 B站入局直播带货业务的野心 早就有迹可循 早在2017年的时候 B站就搭建了自营商城会员购 商品也逐渐从 首办二次元演出门票等等类别 覆盖到几乎全品类 2018年 B站开始和淘宝合作 部分签约up主 可以建立淘宝达人认证账户 通过推广实现商业变现 去年11月19号 B站用1.18亿元 入手一张支付牌照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用平台自己的渠道 完成支付 在电商业务中 布下重要一期 同样也是在去年 B站在部分直播间上线了 小黄车功能 让用户可以一边看直播 一边购物 今年的二季度 B站还向首批1500名的up主 开放了直播带货功能测试 那现如今 这个功能算是全量开放了 以二次元文化起家的B站加入双十一 多少会给人一种画风不对的感觉 那为什么现在的B站 要入局已经是一片红海的直播带货业务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 B站的二季度财报 二季度B站的总营收是49.1亿元 同比增长9% 净亏损超过了20亿人民币 亏损同比扩大接近八成 而B站最主要的游戏和广告这两项业务 都受到当前环境和市场的影响 增长乏力 其中广告增速创下新低 营收11.58亿元 同比增长只有10% 而游戏业务的增长 几乎是趋于停滞 同比的增幅只有0.04% 而且短期之内估计很难有所突破 那相对来说 电商及其他业务 给B站带来了6亿元的收入 同比增加了4% 虽然这个增速也很缓慢 但是目前来看 电商确实是B站 最有机会实现增长的业务了 而且有抖音快手的成功案例在前 B站电商的未来 具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这一次设立专门的购物入口 全面开放直播带货权限等等举措 也显示出了B站 想要做大直播电商的决心 那么作为双11新选手的B站 现在有哪些机会呢 机会之一 拥有定位清晰 且较大规模的用户群 作为国内最大的视频平台之一 B站的月活用户超过了3亿 日活跃用户达到了8350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非常积极活跃的年轻群体 大家对于直播带货 网购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这也就为B站电商业务的发展 打下了一定的用户基础 而且B站平台的用户画像非常清晰 绝大多数都是对游戏 二次元数码硬件感兴趣 只要带货产品偏向这些方向 而且提供一定的优惠补贴 还是有机会吸引到不少用户 下单购买的 机会之二 平台拥有大量 有实力和影响力的up主 经过13年的发展 B站早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 以二次元用户为核心的小破绽了 作为内容平台 B站的生命力也得益于平台上数量庞大 且高质量的up主 根据B站二季度的财报 平台月均活跃up主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360万 同比增长50% 粉丝数过万的创作者 数量已经同比增长了46% 这也就意味着 腰部up主的数量也在迅速的攀升 另外百万粉丝以上的up主增长更快 同比增长58% 这也就说明了 B站头部up主 粘性和活跃度都可圈可点 根据了解今年二季度 生活 游戏 娱乐 动漫 还有知识 成为了最受B站用户欢迎的 前五大内容品类 如果平台愿意给予一定的支持 让up主开启直播带货业务 也是有机会把这些影响力和创造力 转化为用户的购买力 机会之三 消费者对双十一老选手套路 已经丧失新鲜感 双十一走到今年 已经度过了14个年头 这其中所暴露出的 疲态 复杂和套路等等问题 也越来越明显 导致今天的消费者 对于双十一促销 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再加上将双十一常态化的拼多多 几乎天天都在让利的直播间 这一切不仅让中小商家的生意 越来越难做 也让双十一 这个有着14年历史的促销IP 走得日益艰难 不论是开创者阿里 跟随者京东拼多多 还是抖音快手等等新势力 都很难再讲出新鲜的故事了 而B站在过去几年的 商业化过程当中 许许多多的up主 都和品牌方进行了合作 而相关的广告形式 也变得无花八门 最典型的就是一种被称为 猝不及防的广告形式 在长达数分钟的视频当中 前四分之三 可能都是观众预期的内容 但是随着一个转折 广告商品突然出现 因为这个转折十分奇妙 观众只会觉得猝不及防 而不会觉得反感 久而久之 猝不及防 反倒是成为了观众 在这一类广告视频当中 常常刷到的一个梗 如果B站up主 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 改造直播带货的形态 或许也是有机会 将直播带货 变得更有娱乐性和新意 也更加贴合 B站平台本身的风格 根据东兴证券的研报 目前B站的电商业务 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位于 App首页的会员购 这是B站2017年上线的 自营电商 包括首办周边电影 二次元服饰等等产品 另一部分则是在 Up主的个人店铺 Up主可以展示 购物橱窗发布产品 同时B站也的确发布了不少 针对Up主创作双十一 相关话题内容的活动 那么现在入场的B站 能做好直播带货吗 它所面临的问题 又会有哪些呢 首先 B站的带货氛围不强 B站受年轻人欢迎的 原因之一 就是锤泪小众的爱好 动漫 游戏 汉服 烘焙 B站就好像是一个 大型的社团现场 你永远都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爱好和同伴 这种独特的二次元文化 和良好的社区氛围 也是B站区别于 其他内容平台的优势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也阻止了B站的 商业化的发展 因为害怕带货之后 引起粉丝反感 导致掉粉 B站up主的带货意愿 看上去并不强烈 一些头部up主 也依然保持着观望态度 现在随意点开 B站购物专区内的 直播间会发现 每个直播间里 都挂有小黄车 但是很少有up主 像其他平台的 专业主播那样 进行专业的带货讲解 如果不是底下挂着小黄车 几乎看不出 up主直播带货的痕迹 但是即便up主们 开始积极带货 平台上年轻用户的消费力 也决定着 B站电商业务的天花板 去年6月 B站12周年生日庆典上 平台CEO陈瑞曾经表示 B站35岁以下的用户占比 达到86% 新增用户的平均年龄 是20.2岁 但事实上 目前B站最核心的会员收入 已经开始受到年轻人 购买力有限的影响 其次 供应链短板 难以短时间补齐 根据品丸的介绍 目前B站会员购的 首办等等商品 相对来说 还是受众较小 种类难以满足 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这也让品牌方 缺少入住的动力 另外 B站虽然给up主 提供了一个选品广场 但是其中的商品 基本都是来自淘宝 或者是京东 等等第三方平台 这种方式 就会导致B站 在商品溢价上 没有什么话语权 所以即便是 使用优惠券折扣 B站的价格 和其他电商平台相比 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也就是说 B站用户 在up主直播间 购买产品的时候 不仅要先跳转 到第三方平台 而且价格 也没有便宜多少 这当然也就会削弱 用户在B站直播间 购买的热情 根据CBN Data的分析 电商是一门复杂的 重运营生意 B站平台的特色 或许也决定了 他们很难有更多的资源 打造自营电商 与此同时 B站一方面卖流量 给电商平台 另一方面又自己 下场带货 抢其他电商的生意 很有可能导致 两块业务左右互搏 得不偿失 其实像B站一样 还在苦苦寻找方向的 内容平台还有很多 比如受小而美 调性影响的知乎 和主打真实种草 社区氛围的小红书 这些内容平台的 电商发展之路 其实走得都极为克制 经过几年探索的B站 能不能找到一套 弃合自己平台基因的 电商玩法 其实还有待更多的时间 去检验 当然聊到这了 我们很想来问问你 你会看好B站做电商吗 如果你喜欢的up主 开始直播带货了 你会买单吗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也想小小预告一下 这周五的节目 我们也依然会讨论 关于电商的话题 不过视角呢 我们会转向海外 去看看没有了 砍一刀的拼多多 在海外做电商 是如何起步的 它的未来发展 又会有哪些挑战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凳杂咖啡 那我们在这周五 一早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凳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 和微博搜索 生凳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